小時候真是不覺得 小時候發表一篇論文 覺得自己有才 多少年以後才知道 老師給你推薦的 人家的這個這個批語 到現在拿出來拍賣了 我才知道 原來我當初的文 我的才是這樣被發現的 這個是後來的 但總體來說 我還是覺得 我堅持20多歲的時候的想法 我到現在 所以可能顯得比較幼稚 我覺得我的對世界的看法 對我的人生的看法 對很多東西的看法 就是我20多歲的看法 而且就是一個青年的看法 就是一個反叛的看法 我總覺得有什麼東西 比我大 比我衰 幹嘛擠著我 比我衰 你剛才 剛才引出了這個字 不是因為我有個節目 叫衰仔玉記 衰仔玉記 馬老師一個播客 很受歡迎叫衰仔玉記 我覺得宣傳詞就要談那個歲月嘛 哈哈哈哈 來繼續 我講哪裡忘了 老了吧 你還是堅持嗎 說你現在堅持你20歲時候的想法 因為我是一個什麼事情 想到最壞的可能性的人 我跟你說什麼名氣 什麼不出名才好呢 但是唯一的問題是 我們不幸地走上了這種靠名氣吃飯的這個道路 那麼這個關於老的信息 對我唯一觸發的就是這個事兒 就是說哎 這錢好像還沒這麼夠啊 來就別老說我了你看啊 這個福科的哲學啊 提出的一個很有意思 他管一個東西叫社會上存在某種權利 話語 話語 存在一個意志 但是呢 你不要以為他說的這個意志是一個人 比如說那過去的舊社會里可能說 女人就得回家當主婦 這是一個無形的一個話語 一個意志 叫賢惠 對 但是他似乎宣布著一些什麼 他審判著一些什麼 如人不受他的這個影響 對吧 然後你看現在互聯網上 我覺得很有意思 也許是這些自媒體 他為了博流量 這樣的標題 總是會有流量 但是我有時候看的很有意思 你發現沒有 有些標題總是很樂於宣布 誰誰誰主宰票房的時代過去了 新的明星出現了 靠誰誰誰誰 比如說老導演 或者老演員 我就發現整天網上 那麼多人喜歡宣布什麼時代過去了 比如說這個時代過去了 誰的時代起來了 除了為了流量考慮耸人聽聞之外 這個背後啊 有一種 你覺不覺得 有一個意志 這個意志呢 他似乎喜歡宣判新陳代謝 你說的這也可能是職認性命 就是職認現實 我記得多少年前 一個音樂人 咱們都認識 他就後來他就不幹 他說音樂啊 跟這個年齡的這個特別 特別敏感 他說哎呀 現在厚生可畏啊 這些小孩你跟他們聊天 那真是特厲害 但是你聽他們說那話啊 他說我就覺得 這是表面上說的都是公圍的話 可實際上 這是一敲一敲挖呢 我說挖什麼呢 給我們挖墳呢 這哥們後來就提早退出了 他就覺得這個是青春的事業 對吧 他們到一定年齡就不適合在幹這個了 可以從生理上講生老兵死這條 也可以從傳媒的運作規律 講人設的這種危機 但他你剛才講到的是牽涉到 時代列車的主動力了 對 那就是進化論 進化論 哎呀你講的精闢 中國人呢 從來呢是三十年 河東三十年河西 相信的是循環論 那以前講前人 仙人都是指以前的人 孔孟才是前人 才是仙人 那當把過去的人稱之為 三皇五帝稱之為前人 仙人的時候 我們的臉是向過去的 從五四甚至晚清的時候開始 我們的觀念悄悄轉變了 何須離天眼論 轉變成什麼 出現了一系列的詞 先鋒 前進 進步 興 就不言自明 年輕 新青年 這是最最典型的 那所有這一系列 以興 以貴 這個是社會前進的方向 列車的最基本的意向是 列車往哪裡開 它要往 新的 前進的 先鋒的 往前開 那因此 老 就變成了 一個要達到的東西了 就更加是 大家要譴責的東西了 嗯 所以這個才是這個 大家對老這個話語 背後的 意識形態 從一十年代開始 二十年代 三十年代 四十年代 五十年代 每過十年 他們意識形態要翻一翻 他們要達到前一個十年的 所以我現在 最近在一本書是講 最近二十年的小說 他們說概括叫 漫長的九十年代 就是整個文學 整個文化的 大的意識形態背景 沒有出現 這麼一十二十年的 天翻地覆的變化 所以老這個意義 也就在發生 不斷地發生變化 你看 我想起來 另一個例子 一個人是誰啊 李敖 嗯 我覺得家輝呢 跟李敖性格 其實差別很大 嗯 他甚至是個 其實內在 比較拘謹的一個人 但是呢 我待會兒 我要說一下 我對馬老師 感覺跟你一樣 嗯 但是 你先說 哎 沒有 我覺得馬老師這麼多年 他是在 扮演一個他想像當中 馬家輝應該是那樣的人 是一個屬於馬家輝的人設 就這個人設 像剛才你說的是什麼 灣仔之狼還是之虎啊 然後講話是要 非常之活色生香的 但他內在其實是一個 拘謹的 溫溫而雅的一個人 但他渴望自己成為那樣的 你 你 你也知道 心裡 你是女王開始心裡分析了 我問你說 就是我為什麼覺得 你受李敖影響很大呢 因為這個李敖有一種哲學 就是不知虧的哲學 其實這一點對我都有影響 能在微博上拍照照片 能換來流量 有什麼傷天害理 為什麼不去幹 什麼面子啊 什麼羞怯啊 對吧 大街上碰見一個美女 你不打招呼 你就永遠失之交臂了 對吧 你打招呼有1%的希望 結果他就是啊 是他的太太了 對吧 所以你說你是不是有點受這個影響 沒有 我覺得魯豫說 那個人設跟自己不一樣這個現象 幾乎套用在所有人都一樣 我們出來嘛 跟不同的人接觸 比方說我跟魯豫 好朋友 老朋友見面 那當然跟我女兒 我跟我太太 跟什麼學生聊天的不一樣啊 總有個人設 那我覺得說 那我覺得說每一個都是我 我想請到美國作家卡佛哈 他經常作家會被別人這樣問的 欸小說這個是你嗎 寫的其實是你自己吧 這樣 那小說家通常這樣回答的 裡面沒有一個是我 可是每一個都是我啊 每一個某些想法 某些看事情的角度 某些語態 所以說不管你說活色生香 那或是說溫人魯雅 可能都是一個碎片吧 那反正最主要是 我覺得有個底線很重要的 沒有需要說謊 沒有說需要作假 對 這不傷害人嗎 那而且文涛就是跟你所提到的李敖 有關係了 我18歲第一次見李敖 他就跟我講這句話 我也講過好多遍 李大哥在天心靈 聽著了 我感覺他在 我已經點香了是嗎 他就說 家會只要你有本領 我打真牌都能夠贏你 我幹嘛要打假牌呢 因為他曾經被別人告他打麻將 出老千打假牌 法官問他 你要你懂得是不是真的打假牌呢 李敖就說法官大人 我聰明啊 我打真牌都贏他 我幹嘛要打假牌 所以這句話也對我影響很大 在很多時候我就想說 好吧 我沒有必要去說謊吧 因為我打真牌 不一定是為了贏你 反正你喜歡我們就多聊兩句 你不喜歡就算 現在不光是女明星 男明星也是 我一般是從48、9歲開始 你一旦 你現在都敢說你是48、9歲 我54有什麼不敢說的 你永遠是我妹妹 那這是肯定的 我比你小的肯定的 這是毋庸置疑的 就你從某一天開始 你意識到只要你的名字出現 前面定語就是個數字 他每年還幫你加一歲 沒錯 很有意思 他每年準確的幫你加一歲 比如51歲的某某某 52歲某某某 53歲某某某 真的嗎 對 這跟中國老派的算法 一般虛歲都長算多一歲 重點不這一點 重點他替你跟著 而且魯豫 那個有個性別差 我不曉得這是好還是不好 你說剛一出來 就跟著一個數字 在50多好 這個現象 我們看看這兩年 跟著男明星的 也有 都是六 男的像以前很小說 51歲的樓德華 52歲的張學友沒有的 這兩年你看到 一提到張學友 一定是說62歲的歌神怎麼樣 這個按女性主義批評的角度來講 這又是一種男女不平等 對不對 男的到了六才來標你 女的五 我當時也看到過 有四十幾歲的男明星 就被標了 也有 也有 對 基本上就是45以後的 45以前的他不屑於去標 45以後的開始標注了 那你這麼小心眼的 你不生氣啊 這有什麼 這我怎麼小心眼 哈哈哈哈 樓坑開了 到鳥花坑 哈哈 欣賞 欣賞小 在這個方面 在這個方面 你現在知道殺樓坑了 哈哈哈哈 就是有人說這個洪金寶老了 有些人最厲害的說 哎呀成老了成老了 有誰不老才行啊 個個都老的 哎呀成老了 他很開心啊 很健康啊 那就行了 我怎麼搞得這麼嚴重 嗯 徐老師都在那個網上開課了 講的都顛倒了 就顛倒了 你知道徐老師的段子嗎 什麼段子 就是大概一百多萬人呢 嗯 就是歪著腦袋 看著講 聽著講了一個多鐘頭 現在文學史 因為他投影了 那是不是沒有人提醒他呢 說徐老師你的那個 對 因為我只有一個手機 他們也打不進來 那我不知道 我因為想橫的好看吧 我就橫的放 老師叫我整頭髮 哎呀 我又不是演員 你們稍微等一下 有人在敲我的門 Sorry Sorry 講到哪裡 我的腦子想 你吵什麼吵吧 那個你橫過來就好了吧 原來他得橫著看 嗯 結果居然看了一個多小時 他們說把尖州演繹好了 哈哈 賈惠行 賈惠整天在那個自媒體平台上賣俏 對 我覺得你真是一個流量上的實用主義者 現在變成一個 我沒有啊 我本來叫俏啊 我看到那些小玩具 小東西喜歡啊 心裡喜歡啊 也好奇那些年輕人 為什麼會帶一個 那個現在很流行小巴 有沒有 現在叫小巴的一個 什麼叫小巴 12345678的 蠻好玩的 小玩的 你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 對啊 我跟你說 他現在自以為是個內地充 經常交給我們一些 我們從來沒聽說過的內地充 就上次說 哎咱們三個老登 我說什麼叫老登 他說你不知道東北人管老頭都叫老登嗎 老登這個詞是很貶義的是吧 看你怎麼講 像廣東話樓夯老坑啊 老坑 那等於你罵人很重語氣 那個樓夯那就是罵人 可是有時候夫妻之間啊 甚至我自己說自己啊 哎呀我這個老坑啊怎麼樣 那就完全不一樣 但是你剛才說的是老登啊 老登好像在我們的語境裡面 老登好像在我們的語境裡面 所以呢 我已經問透拍照片的五倍 所以怎麼辦 我都不敢告訴你 你終於認識到我的現狀了 對 是不是像仙海城出去拍會拿一個小的那個椅子 沒錯沒錯 就像你去哪裡有個有個笨嘛 有個 icon 這個你講兩個 我一下想起兩個名人啊 一個是這個維特根斯坦 就是說這個老坑老登什麼什麼鬼老 為什麼自己也可以說 就是維特根斯坦說語言沒有獨立的意義 他大概意思啊 就是所以有時候 比如說咱們網上誣賴別人 誣賴人都是脫離語境的 對吧 他在什麼場合說的 他是什麼語氣什麼表情對誰說 這個維特根斯坦說 所有的語言都得是具體的這個語境 你才能識別 能指跟所指的關係是任意的 你看 聊條終結者 他總是異語定乾坤 你還要取決於是哪一種語言 語言跟語言的那種感覺太不一樣了 哎 魯玉也是語言專家 我不是 你看 我想起來另一個例子 一個人是誰啊 李敖 我覺得家輝呢 跟李敖性格其實差別很大 他甚至是個其實內在比較拘謹的一個人 但是呢 我待會我就要說一下我對馬老師感覺跟你一樣 但是你先說 沒有 我覺得馬老師這麼多年他是在扮演一個他想像當中 馬家輝應該是那樣的人 是一個屬於馬家輝的人設 就這個人設 像剛才你說的是什麼 灣仔之狼還是之虎 之虎啊 然後講話是要非常之活色生香的 但他內在其實是一個拘謹的溫溫爾雅的一個人 但他渴望自己成為那樣的 你也知道 女王開始心理分析了 我問你說 我為什麼覺得你受李敖影響很大呢 因為這個李敖有一種哲學 就是不吃虧的哲學 其實這一點對我都有影響 能在微博上拍照照片 能換來流量 有什麼傷天害理 為什麼不去幹 什麼面子啊 什麼羞怯啊 對吧 大街上碰見一個美女 你不打招呼 你就永遠失之交臂了 對吧 你打招呼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結果他就是啊 是他的太太了 對吧 所以你說你是不是有點受這個影響 沒有 我覺得魯玉說 那個人設跟自己不一樣這個現象 幾乎套用在所有人都一樣 我們出來跟不同的人接觸 比方說我跟魯瑜 好朋友老朋友見面 那當然跟我女兒 我跟我太太 跟什麼學生聊天都不一樣 總有個人設 那我覺得說每一個都是我 我想起那個美國作家卡佛 他經常作家會被別人這樣問的 小說這個是你嗎 寫的其實是你自己吧 那小說家通常這樣回答的 裡面沒有一個是我 可是每一個都是我 每一個某些想法 某些看事情的角度 某些語態 所以說不管你說活生生生 那或是說溫人如雅 可能都是一個碎片吧 那反正最主要是 我覺得有個底線很重要的 沒有需要說謊 沒有說需要作假 對 這不傷害人嗎 那而且文濤 就是跟你提到的李敖有關係了 我18歲第一次見李敖 他就跟我講幾句話 我也講過好多遍 李大哥在天心靈聽著 我感覺他在 我已經點香了是嗎 他就說 家會只要你有本領 我打真牌都能夠贏你 我幹嘛要打假牌呢 因為他曾經被別人告他打麻將 出老千打假牌 法官問他嘛 李敖你懂得是不是真的打假牌呢 李敖就說法官大人 我聰明啊 我打真牌都贏他 我幹嘛要打假牌 所以這句話也對我影響很大 在很多時候我就想說 好吧我沒有必要去說謊吧 因為我打真牌不一定是為了贏你 反正你喜歡我們就多聊兩句 你不喜歡就算 但是呢家會 我當然你很成功啊 我也學著你啊 我說咱們也那個 玩玩什麼什麼自媒體啊什麼的 結果你看 我就得到一個那個 提會 你說的很符合我的現狀 我那天是南京博物院 那個玉潤中華大展 我說這自媒體就得跟生活相結合吧 對吧 我本來就要去看這個展 然後我給大家分享一下 好我給他們播了播 我想看過 短視頻裡面看過 我給你說我這自媒體這流量 我給你說那高的三百萬 少的三萬 但是少的是為主的 但是我以為我說 哎呀這麼多人喜歡這個東西 同好啊太好了 我這兒一看著留言 發現十條 排在前頭的十條有八條說 哎 這人怎麼像我們那收費品呢大爺 說 逗逗逗大爺 哎呦 你覺不覺得現在大家看到你之後 特別是在網絡上 這個人們很本能的會對老 是他們最直接的一個感觸 你像前一陣那個成龍大哥 你知道嗎 也是就在一個場合一出現 到最後洪金堡他們兄弟情深嘛 也有點生氣 但實際可能洪金堡老爺的性情中人吧 也不一定講的 可能話有點過火吧 就是那意思就是說 哎呀成龍大哥老了這麼多 然後這個洪金堡就有點替成龍打包不平 這個洪金堡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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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成龍老了成龍 有哪個不老才行啊 個個都老的 哎呀成龍老了 他很開心啊 很健康啊 那就可以了 為什麼要說到他誤益呢 那意思誰都不會老啊 你不會老嘛 對不對 但是人家那網友也委屈 說我們說誰老 也不是說 也不是說罵你啊 對吧 感慨一下 感慨一下一個客觀事實 但是這種感慨呢 是我覺得就是說 最不用說 但是連我在內 你很久沒見到一個人 實際你心裡第一感覺也是 哎呦他老了這麼多 公眾人物呢 他的這也是功能的一部分 他的第一個功能是讓 我做你的粉絲 你是偶像 我羡慕你 我崇拜你 這是第一部分的功能 但第二部分功能 看到偶像老去 對於粉絲是一種安慰 是一種巨大的心理安慰 安慰 誰也有今天 對 誰誰誰也會老 你看那些標題啊 特別是女明星 她會把年齡放在這前面 這個我太有感受了 50歲的誰誰誰 對 變裝到機場什麼的 你講這句話裡面 她滿足的就是下面 另外一個50歲的讀者觀眾 就覺得她這麼崇拜 這麼一個美人 哎呀她也老了 不一定是不惡意的 也可能是善意的 也可能 但是是有一種心理的安慰 所以明星對於粉絲 兩重功能 夢和安慰 你看粉絲來電 粉絲來電 粉絲來電 就乖了吧 對 其實現在不光是女明星 男明星也是 就要你從40 我一般是從48、9歲開始 就你一旦 你現在都敢說你是48、9歲 我54 有什麼不敢說的 你永遠是我妹妹 那這是肯定的 我就比你小的肯定的 這是毋庸置疑的 就你從某一天開始意識到 只要你的名字出現 前面定語就是個數字 她每年還幫你加一歲 很有意思 她每年準確地幫你加一歲 比如51歲的某某某 52歲某某某 53歲某某某 真的嗎? 對 這跟中國老派的算法 一般虛歲都算多一歲 重點不在這裡 他虛不虛歲每年給你 幫你長一歲 而且魯玉 那個有個性別差 我不曉得這是好還是不好 你說剛一出來就跟著一個數字 大概50多好 這個現象我們看看這兩年 跟著男明星的 也有 都是六 男的像以前很小說 51歲的某某某 52歲的張學友 沒有的 這兩年你看到 一提到張學友 一定是說 62歲的歌神怎麼樣 這個按女性主義批評的角度來講 又是一種男女不平等 對不對? 男的到了六才來標女 女的五 我當時也看到過有四十幾歲的男明星 就被標了 也有 對 基本上就是45以後的 45以前的他不屑於去標 45以後的開始標注了 那你這麼小心眼的你不生氣啊 這有什麼 我怎麼小心眼 老坑看出來 到處挖坑 對 心眼大小 在這個方面 在這個方面 你現在知道撒老坑了 那你說說 你不是 對 你大心眼 那你不 分地方 我不能看到一種言論 就他評論一個 到某一個年齡以上的女性 比如中年或中老年女性說 她穿的衣服怎麼這樣 什麼不好看 身材如何 我特別受不了 如果我在一看 這個懟這個女性的是一個男性 我肯定火又會加倍 我這魯玉妹妹 我跟你說 我為什麼喜歡她 就是 就是 她 是我 我其實早就知道 不管大家怎麼說的 我早就知道 講到這個聰明伶俐啊 我就在 她是全國女主持人當中 我早就知道她是 你看還在女主持人當中 不能跟男主持人去比 不不不 全國主持人 但是不要引起你們女主持人的矛盾 就是反正就是拔尖的 她非常 她們舉得很高 最後高了幾斤包 對 拔尖的 我在長區這一帶 還是比較數一數二的 你別看她這麼小 她是我的引路人 就是 當年我們都在香港的電視臺 她是第一個勇於開拓內地市場 我是第二 或者三 可能四 就是 因為她敢去幹了 我才敢去幹 對 她私下也表達過 對魯伊有約的 成功模式的羨慕 我只是想是回家而已 我只是想回家而已 但是這個勇氣 對我們老康來說 你們更早的開拓 你們不是最早到洪開 就是你們幾個嘛 對啊 對不對 就那個時候 但是 你不是看著那一家老人家畫像 找不到出路的時候 就是跟他們圍伍的嗎 我還抱個小料 他們同區過了 是嗎 所謂同區是核租一個 也不是 也不是 就真的 就在一個床墊上 就是 武秀可以嗎 沒有接觸嗎 那我記錯 那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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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完了 沒有 那誰呢 我要認錯不是你 我記錯真的年紀大 我記得那時候 黃 住在黃埔區 香港 有幾個主持人 大家同一個行當 一個屋子裡面幾個房間 大家合租很正常 就像大學生合租一個房間 不是房間 屋子 不是你 不是 我說的意思 你一叉 你就叉到男女關係上去 我說 我說要對我妹的讚美 就是 又回來了 對 我的意思是說 她就是領著我走 我後來想起來 這個歌德的詩 我只記住一句話 好像還是郭沫若和郭老師翻譯的 叫永恆之女性引導我們走 是 是 但是 我是說 但是她另一方面 但她基本上 就是不跟著你走 你知道嗎 她的那個 她的這個內心的這種掙扎 膠著 簡直是超乎我們想像 有一次你要做一個什麼活動 然後就想要不要去 這個錢又想掙 但又覺得我不應該去掙這個錢 就打電話給我說要不去這個活動 說了有一個對好時 好像最後你也沒去 對 然後呢 所以就你並不跟隨我這個偉大之女性去引領 對 但是我又知道 朝著女神的方向走自己的路 對 但是呢 實際上我又知道她心裡啊 有特別 我形容為天真的一面 她當年呢 在我們那個電視台的時候 那是真事兒 那個時候都是觀眾來信 可能有個觀眾呢 就冤枉她了 那個觀眾呢大概留著家裡的電話 魯豫看了氣的 大電話 喂 你好 你是誰 我是陳魯豫 我看了一下 那哥們 啊你是魯豫啊 我特別喜歡你 她說了個原則性的問題 當時她不是說你節目做的好不好 那個都沒關係 就是911 911那個直播 然後她把它上升到了一個家國層面 我會覺得這個很嚴重的一個指控 我不太能夠接受 所以你看她這個 但是她帶出了另一個重要的層面的問題 就是很多粉絲對明星的批評 如果見面的話都是非常友好的 其實是的 就當一個 當兩個人之間的溝通 有了人與人之間那種溫度 和近距離的接觸 一切的那種壁壘 然後那種敵視偏見 就都會消耗